朋友们好,今天是2020年6月18号,星期二 像是美东时间,小时6点03分,美股已经收盘 我们很快注意一下收盘几美股 今天关键的题是,美股反弹引擎熄火 纳指重挫3%,标普重回熊市 那么是50个基点还是75个基点 美联储尿对通胀回落,保持紧踢 我们先看一下今天人一些摘要 那么第一点,美股周二,也就是今天大幅收窄 主要的股指,那么近一周内的反弹势头未能持续 那么原油期货价格连续第三天上涨 从然市场对通胀升温的担忧 美国六月份消费者信心降至2021年2月以来的最低 那么第二点,今年内遭打击的股市多头 可能会怀疑这是反弹 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2022年美股的多次上涨 都迅速暗卫于新低 那么这一次可能也不会例外 第三点,那我们评估熊市反弹 与持久上涨开始之间的差异 那么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目前美股的反弹标普指寿在过去四个交易内上涨8% 表面上令人非常的印象深刻 但美股尚未出现内在性的或者是领涨板块方面的任何明显的改善 那么第四点 鲍娃尔此前表示 7月份可能加息50或者75个基点 美联储依然需要在控制通胀和远着楼之间走钢尸 距离下市议席会议还有四个星期的时间 那么期间将有PCE、CPI和非农就业报告出楼 那么任何超预期的授举都有可能 让加息力度再次导向75个基点 那么我这个周末的时候 上个周末吧 实际上礼拜天的时候做的一些视频 关于这个玫瑰养老金 要就是说现在要调仓 是不要经于股市 可能是这一次持续反弹的这个催化剂 目前就是说 还有几天时间 大家如果可以耐心再等一等 不知道这一次调仓会不会 会不会来一个真的催化剂 我们拭目以待 好了 我们很快先看一下大盘的情况 那么今天很明显大盘是高开低走 而且这个低走的幅度非常非常大 大家看一下 纳斯达克售盘下跌2.98% 那么标普下跌2.01% 那么那道琼市下跌1.56% 我们看一下行业认力图 基本上都是下跌的 除了这个油气相关的是上涨的之外 其他都是下跌的 我们再看一下临涨板块 大家可以一眼看就非常的清楚 今天所有的临涨板块 基本上都是油跟气 还有烟油 还有链胶煤 所以说其他板块基本上都是下跌的 我们再看一下今天收盘的时候涨跌分布 那么今天下跌的股票一共有8400零五价 那么上涨的股票是3293 所以下跌的股票远远多于上涨的股票 好了我们很快来看一下指数 我们先看一下标普500 标普500实际上今天写的2.01% 那么我再看了更清楚 我们把这个成交量也去掉 我基本上是用波浪里能更新的 我们把这个成交量也去掉 基本上这个是八浪里能 关于这个波浪里能 我在今年的4月15号 有一些视频专门介绍 我一些基本的知识 大家有些可以去回忆看 基本上是八浪 是从2020年3月份最低点开始算的 一浪 二浪 三浪 四浪 五浪 那么这个是上升浪 这个A B C 这个是下跌浪 目前实际上还在C浪的运行过程中 我以前也讲过 那么C浪 下跌的破坏力很大 一般跌幅大 持续的时间长 出现全面性的下跌 那么中间 每一浪中间都有小浪 也就是说这个主浪中间 都会有一些小的浪 这里头比较关键的位置 就是说对标普来说 一个就是2020年3月份Cray之前的 这个高点的位置 大概就是3394点 那么这个位置是观察的重点 还会不会回调到这个位置 我们再看一下目前 那么目前实际上 还有一根线 就是牛跟熊的分跌线 在这个地方 3845点 这一波下措 大家看一下是在 2020年6月14号 实际上是跌破了这个牛跟熊的分跌线 然后很快又涨回去了 今天大家看一下这个英镑 实际上又跌破了这个牛跟熊的分跌线 也就又来到了熊市的区域 所以这一块应该争夺 应该是非常激烈的 所以说现在说这个标普 已经近于熊市 还为时过早 那么我前几期 包括这个周末也讲过这个 这个大阪的走势 有两种方式 一种就是说行这个V型反转 来到这一块 我们可以把军衔打开 这个军衔这个上面是 连线半连线 季线月线 十天线五天线 目前很明显 大家看一下 它是来到了这个月线的附近 被打坏了 我们说一般的说这个月线 跟那个季线的生命线 都是比较大的阻力 所以说这个不管是个股还是指数 到来到这个位置都会比较大的 都很难过 就是说除非有很大的利多消息 你比如说这个养老金事件 会不会成为催化剂 突破这个月线 明天跟后天应该是 应该是非常非常关键 所以目前来看 你没有仓位 你再等一等 对这些指数基金的ETF 或者对一些个股 就是说 我刚才说过的 就是有一个方法 如果利多比较多 它有可能行这个V型的反转 那么还有一种走法 你比如说现在目前实际上倾向于 它重新做一个W底 这个是第一条腿 已经完了 目前似乎要是做第二条腿 那么唯一的希望 这个第二条腿做不成功的 就是这个养老金的这个催化剂 如果成真的话 它很有可能突破这个月线 来到这个季线的附近 甚至来到这个前高的附近 完成这个V型反转 否则的话 如果这一次催化剂不成功 它很有可能被打回来 重新测试前面这个地点 那么完成第二条腿 目前还一个比较重要的 就是这个跳空缺口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如果说明天它回不这个跳空缺口 这个就比较麻烦了 它很有可能要做第二条腿 这个时候你没有仓位 你再等一等 你等到做第二条腿 它就是前面这个低点的附近 你到时候进场就可以了 我们再看一下道琼师 那么道琼师同样的 也是拔浪连的中间 目前在C浪中间运行 那么非常的清楚 它这个道琼师 刘根雄的分店在这个地方 它就三万点 29543点 这一次回调 它实际上是非常拮据于这个位置 但是没有进行熊市 也就是说目前 这个道琼师还没有进行熊市 那么就往上反弹了 那么很明显 它也是跟刚才那个标普类似的 我们看一下军线就知道 它也是在二十天线 越线的附近被打过来 然后往下挫 所以它目前观察的重点 也是这个跳空缺口 你看他们的回谱 要是回谱这个跳空缺口 尤其明天 那么大家就要小心了 它很有可能要完成这个 这个W底 第二条腿 就是说 我们再看一下纳斯达克 那么纳斯达克同样的 这个是刘根雄的分店线 12950点 这个纳斯达克已经近于熊市 非常非常长时间了 一直在这个熊市的环境 而且是一个下降趋势 非常非常明显 大家注意 刚才我们看前面的一个 标普跟这个道琼 是也是的 它这个 它这个所有的均线 包括连线 半连线 大家看纳斯达克 纪线月线 都是拐头向下的 目前它正好是 似乎是只有一天的时间 6月24号 星期五的时候 站上了这个月线 但这个月线还是拐头向下的 所以它最后没有站稳 所以说我们 一般的说对这种 指数也好 对个股也好 这种跌身反弹的 它只要这个月线没有走平 拐头向上 它都是非常非常不稳定的 随时有可能掉下来 你比如这个指数 目前道琼斯就是了 它这个月线还是拐头向下 这个纳斯达克目前是 但实际上 只有一天的时间站上 很快就掉下了 很明显这个跳功结果 也是个比较大的阻力 那么目前来看 它底下一个跳功缺口 这个跳功缺口实际上就跟这个 拔浪理论中 现在下的第一个可能的位置 10865点 应该在一个位置 所以这个跳功缺口 同样要是回补的话 那么它就应该是做这个 W底的第二条腿了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费半 费城半导的指数 那么同样的 这个费城半导的指数 这个位置 就是牛跟熊的分跌线 3247点 所以说这个费半 也是在熊市环境 运行非常非常长时间的 目前这个费半 跟纳斯达克这两个都是 在熊市环境 运行了非常长的时间 那个标普现在又重新 进入熊市 那么纳斯达标普 那个到熊市还没有进入熊市 这是大盘最基本的情况 那么这一波费半 实际上是 这一波反弹非常非常弱 它就可以跟前面比较一下 看得清楚 它也是在这个跳功缺口 是一个比较大的阻力 目前来看 它似乎 这个倾向更明显 来回撤这一根线 也就是八辆眼中 实际上下跌 可能的位置 第一个2580 我们看一下均线 那么从均线来看 就更明显了 刚才我们看的那几个指数 基本上 比如纳斯达克 已经过了20年线 好像会被打坏了 其他都已经非常接近 这个月线了 但是这一波费半反弹 它离这个20年线 还有一点远 我前几期也讲过 目前实际上 那个桥雪基金 实际上在做空的一个 阿斯摩 资金非常大 所以目前费半的反弹 非常弱 大家就是说 对费半那些相关的股票 你比如说英伟达 AMD 都要比较小心一点为好 就是说 目前非常明显 这个20年线 G线 这个连线 半年线 都是拐度向下的 这种走势是非常非常弱 我们称为盖头反压 我们再看一下美国10年级国债收益率 今天下跌了一点点 但是非常的明显 它这个10年级国债收益率 这个上升的确实非常非常的明显 而且它也是在3% 这个线就是3%以上 我们说这个美国10年级国债收益率 只要在3%以上 对这个股市的压力 尤其对纳斯达克的压力就是非常大 但目前基本上最近的时间都运行在3以上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股市这个压力非常非常大 我们再看原油 那么原油同样也是一个跟刚才那个 10年级国债收益率非常的类似 它这个上升确实现非常非常明显 而且目前来看 油价还在往上走 已经反弹了123天了 就是说 而且当然也破了100亿上 我们说这个油价只要在100亿上 就是非常非常的强势 那么这通胀的压力就非常大 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这个股市起不来 也就是说 我们再看一下黄金 那么黄金的走势就非常非常弱了 我们把军线打开就看得非常清楚 它基本上就没有过这个连线 也就是说这个连线代表是一个长期的趋势 目前从长期的趋势来看 黄金的走势也是比较弱 尽管就是说机器会刚召开 就是要禁止俄罗斯的黄金出口 但是看样子对这个黄金指数 好像影响不是很大 我们再看一下美元指数 美元指数也是非常强 今天上的0.49% 非常非常明显 它还是个多头牌 就是说而且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经过这一波回调以后 这个高度超过了前面的高点 所以它这个上升的趋势非常非常明显 我们说这个美元指数只要在100以上 那么就是一个比较 就是说对股市的压力就非常大 所以为了好几我们都是当成100 例如说美元指数归100 油价归100 那个美国的时间期国家在收益超过3% 这都是对股价非常非常大的压力 我们最后再看一下VIG指数 那么VIG指数今天上的5.23% 这个是25 这个是30 这个是35 目前来看它实际上 我们说只要突破25 就证明这个股市近于恐慌 目前它实际上是还在恐慌的状态 但是还不算非常的恐慌 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VIG指数 到哪天突破30 甚至突破35的时候 大家就要小心了 好了我们今天就到这 周大家明天交易顺利 拜拜